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想到 终极挑战才刚刚开始 今天的终极任务 你们如果完成挑战将会给到一个我们特别熟悉的群体 以非常实际的独立 他们到底是谁 看一下大屏幕 环卫工人 环卫工人 他们有一个优雅的称号 城市的美容师 却要和最脏 最乱的垃圾打交道 很多人不知道 他们在工作中常常会面临意外 危险也许就隐藏在分类不当的垃圾桶中 我公公他也是一名华为工人 他那天去捡那个玻璃瓶的时候 一拧那个液体到手上了 当时这个手全部都发白了 痛得我都得叫的 他很痛很痛很痛的 穿梭在城市中的环卫工人 常年与各种车辆擦肩而过 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危险 早上四点多我们有一位同事来上班 到了岗位就发生交通事故了 后来他人就没了 为了防止这样的意外伤害 单位发放了厚厚的防护装备 也在快车道安排了机械化清扫 即便这样 也没有人能百分之百地保证 意外不会发生 想想看他在先要我 觉得我这真好 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奉献者 也应该享受我们回馈给他们的温暖 今天让我们为他们多加一份安心 我们真的从来没有想到 我说环卫工人其实是一份高危的职业 是的 如果今晚你们挑战成功 可以为杭州市一万八千多名 环卫工人 赢得两份保险 两份保险的总保额 高达九个亿 九个亿 终极问答 现在开始 陆克斯 好 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之后 请来到大地区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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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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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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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只看了我一眼 看我的勇气都没有吗 我现在特别紧张 因为我觉得这个根本就不是游戏 这个是很 很伟大的一个 回答问题 回答问题 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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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所以我会努力的 第一棒其实真的非常重要 好 我好紧张啊 OK 终极问答 现在开始 终极问答 好刹人 请听题 杭州垃圾四分法 分类垃圾桶颜色 不包括以下哪项 A 红色 B 黄色 C 棕色 D 绿色 这个还好啊 这个还好 我选择C 重色 现在我们要进行垃圾分类 把握大吗 我有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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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性一般形容女性 还有自性 还有自性 自性 我有知性 好 我有知性 不好意思 如果你确定就按下这个确定键 但一旦按下之后 答案将不可更改 好 确定吗 确定了 这道题你给出的答案是 回答正确 我能够做的 好棒 简单 这只是第一题 你们一共会面临20题 OK 让我们继续好吗 第二题 请听听 垃圾分类时 以下哪件物品 不应该丢入 有害垃圾桶 A BABY用完的化妆品 B 亚文的过期感冒药 C Lucas房间里 坏了的灯泡 D 王彦霖家 狗狗的粪便 粪便是 无害的吧 对啊 粪便是无害的 因为它不是 不应该 不应该 应该是粪便 我觉得 因为它不是有害 它应该是有用 它应该是有用 你先帮我分析一下 为什么你说 有用的时候 观众席发出了 雷鸣般的笑声 因为粪便呢 其实它是 可以分解 在泥土里面可以 然后就是可以长 花还有树 对 我选择D 如果你确定是D答案的话 按下确定键 答案将被锁定 不可更改 明白 这道题 你的回答是 对的 正确的 慌不要慌 我感觉一个人20匹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请听题 这怎么知道 10月28日 你的答案是 我觉得是C 因为我今天的过程中 有听过6这个数字 今年的6月5日 6月5日 是世界环境日 我相信我自己 是C 你知道其他几个日期 分别是什么日子吗 3月12号 沈炮太坏了 沈炮 不知道 10月22号 这个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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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8号是 我朋友的生日 我朋友的生日 也是我朋友的生日 这个 这个有什么 因为D是你朋友的生日 所以答案是C 对 如果确定是C的话 按下确定键 好 首先我告诉你 3月12日是植树节 4月22日是地球日 但是10月28号 可不仅仅是你朋友的生日 10月28号是 世界男性健康日 回答正确 666 你刚刚吓到我了 你刚刚说那个10月28号 不只是我朋友生日 然后我以为是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我打错了 然后原来是倒队 太开心了 真的 我今天有三个 因为你们八个人 挑战的是20题 人均在2.5到3题左右 才算保险 你已经完成了 个人的一个平均要求 三题 我觉得我已经做好我的本分了 我会再努力 答对后面的问题 对 我觉得我都不用上场 Lucas一个人20题没问题 谢谢 我们来看看你一共 可以答对多少题好吗 我们继续挑战 请听题 好 在忏悔环节中 播放的悲伤音乐是 A 梁柱 B 二拳音乐 C 并中吟 D 忘香 每个人拿一个试管 后来收集你们的眼泪 收集眼泪最少的人 成为这一环节的垃圾大王 我再也不扔垃圾了 这只能随便猜了 是个爱护曲子我记得是 开始 还有音乐 好伤感 在那儿 看什么 就像你一样 溶省 在那儿 你去哪儿 在那儿 乱吓 好像 谁知道 是 吗 童子 你テキ 这って 这些歌 但是我那个感觉呢 就好像忘乡 是忘乡还是二线音乐 真不知道 因为我们看节目那个时候 有很可怜的感觉 哪个不可怜你告诉我 就是亮珠呢 就好像亮珠 亮珠 亮珠 比那二线那个影园呢 就好像你在两个温泉里面 就拍那个月亮的 非常好 这一把他赢了 两个温泉里面就看月亮 冰中营呢就是 不是可怜的那个就 太可怜了 所以 对所以应该是忘乡 忘乡 对 如果你确定的话就按下锁定按钮 哇 这个 啊 ok ok 是 d 确定就按下去 ok 这道题你给出的答案是 抱歉回答错误 二致 二致吗 黄旭席 out 黄旭席 没关系 没关系 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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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关系没关系很厉害了 请回到备战区 这续席 你还要做这道题 是 我听得好像是 并中吟 我觉得并中吟 这歌都没听过 但我这歌应该听过咱们 对吧 我都没听过 这太难了 这真的太 你表现太棒了 特别牛逼 没事 够好了 我真的经历 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听过 接下来我们请下一位 挑战者来到答题区 现在你们还有 七盏灯亮着 洛克斯后面的灯已经灭了 他不再有任何 答题的机会和可能 他只能默默地祝福你们 但他表现不错 答对了三道题 并且在这题当中 帮你排除了一个错误答案 也就是 地妄乡是不对的 接下来你将继续面对这道题 你给出的答案是 你们买的洋葱不辣了 变中吟 真的不知道 我这道题其实我也得懵 因为我在这个环节 我们忏悔的时候 大家都在这听音乐 那个哭 我就是懵了在那个状态里 我选 我选C吧 定中吟 对 理由是什么 就听这个名字比较贴心 名字比较惨 就是 我相信我直觉吧 直觉 对 如果你确定 就按下确定键 叶林 叶林 这真的不知道 这个 锁定了C 并中吟 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 我感觉是B 很遗憾回答错误 王叶林 奥 王叶林 奥 太难了这个 没关系 没关系 没事 没事 没事哥 真的 没事 没办法太难了 严正哥很棒很棒很棒 我闻那个罐头来着 没关系 如果换谁都会选C的 换谁都会选C的 真的 是不是梁柱啊 应该是A 他一直说A啊 首先是梁柱吗 肯定不是梁柱吧 我根本没听到 有人能确定不是梁柱吗 梁柱没那么谈 我觉得 下一位 请来到答题区 欢迎亚伟 请坐 请坐 还是这道题 很遗憾这道题 你们用掉了四分之一的名额 确实很惨烈 下次把音乐声音调得大一些 拜托了 所以在忏悔环节当中播放的悲伤音乐是 我 我 我就不选梁柱 虽然我也没在意到 这个音乐的过程 对 但我就是不选梁柱 所以亚伟你给出的是二拳音乐 对 我觉得是梁柱 真的 不是这个 二拳音乐你们听过吗 忘了 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谢谢你们俩 谢谢你们俩 如果没有你们先前的错误 这道题肯定也是我的坑 你谢谢了他们 我也要把这个音乐送给他们 二拳 对 就是这感觉 太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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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这曲的终身难忘了 所以真的今天一整天下来 任何一个细节 都有可能出现在这个环节当中 抓紧去回忆一切 请听下一题 这是什么题啊 这是什么东西 好懵啊 这兄弟团为什么露出了 如此惊讶的表情 他们有没有挑战成功 能不能为杭州市 18000多名环卫工人 赢得总保额高达9个亿的保险呢 我在这儿啊 卖个关子 明晚20点30分跑 拿来了特别节目 为大家揭晓答案 上小红书APP 搜小红包 红包一搜就到手 美好生活搜出来 美好而崭新的奔跑旅程 迎来了四位新的成员 朱亚文 王彦霖 黄旭熙和宋雨琪 听说这四只啊 上节目之前 还做了一点准备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朱亚文 我正在理发 我也主要是为着 一档强势的综艺节目 在修缓一下自己的外貌 很多人好奇地问 为什么会是朱亚文 他何不何能 有什么长处 我呢其实也不知道 我觉得我来呢就是 输出一个真实的自己 全新的自己 在这个节目中 可以给大家 教教一个比较完美的答卷 希望你们能够支持 同情 对后一个 谢谢大家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彦霖 我现在刚刚收工 然后现在回到房间了 我准备收拾一下我的行李 参加这个节目 其实有一个特殊的期待 就是期待见到我们奔跑吧 这个兄弟姐妹们 诚哥 凯哥 雅儿哥 贝比姐 卢卡斯 还有与琪弟弟 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跟他们会摩擦出来 怎样的火花 希望大家期待我精彩的表现 我也超期待 耶 大家好 我是微神V的 Lukas 黄绪熙 我明天要去恒州 拍那个奔跑吧 今天为了去那个节目 今天去剪了头发 大家觉得怎么样 在去机场的路上 然后呢 今天就下雪啊 但是代表什么 润雪招风年 摄影者 爸 肯定是好事 大家好 不许气 我真的没有想起 可以上跑完这个节目 压力还是挺不得好的 加油 余琪 加油 从接到这个任务以至来 一直在想 现在怎样 真的死的好一点 我有观察那个前辈们 她们怎么样 因为她的名牌是这样 贴的这么长 是的 如果抓到中间的话 肯定是死亡的 而且女生变责 她们容易打 变成 我也一定会跟哥哥姐姐们 前辈们 然后多多学习 然后争取能够快点 融入这个新的大餐厅 接下来呢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从今天开始 好难播出这一季的时间里面 上小红书APP搜小红包 红包一搜就到手 我领了一个 居然有166块钱 快上小红书APP搜一下吧 好 大家好 我是郑凯 这个夏天就要到了 是一个炫富的好机会 那么今天呢 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卷富 是否可以练出马甲线 想知道答案吗 上小红书APP搜跑男来了 最先1000个答对的观众 可以瓜分10万红包 找经验上小红书 轻松奔跑不会输 感谢独家互动平台 小红书APP 最后再次提醒各位 记得明晚的8点30分 跑男来了特别节目 要锁定收看啊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更多精彩花絮 锁定下周的跑男来了 咱们不见不散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